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2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今天咱们讲两个有意思的新闻 一个是中国广东爆发大水 再次一片泽国 这个大水如果只是单杯一次 我们不会拿出来说 重点是中国这些年年年大水 每次过一年春节 你马上就要担心洪水要来了 这生活谁遭得住啊 你看我旁边这个视频 对吧 我们不放声音 都能感觉到那种洪水滔滔 卷去你的财产 泡烂你的地基 摧毁你的电器和汽车的 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日子怎么活 对吗 那么这个情况 到底是由天气原因造成的 还是由于人祸就进行造成的 造成年年洪水 这个我们有必要给大家说一说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就更有意思了 中国著名的两个爱国品牌 准确说是一个老牌爱国品牌华为和爱国新贵小米 俩人从某种程度来讲掐起来了 华为挥起锄头 刨了小米家的墙角 这就应了情感界一句话 叫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对于这个华为的强势挖墙角行为 华为坦然承认 而雷军的回应或多或少 带有那么一丝苦涩和无奈 这件事情网上有人起地说是双赢是三赢 但我却不这么看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 或者说是一个灭亡前的疯狂 这咱们也来详细说一说 好吗 接着两件事咱们合在一起 结合大家时间 咱们高效的把这两件事一起给您说一说 好 那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根据目前的多家媒体综合报道称 目前广东省整个被雷雨云整个覆盖住了 除了湛江和少部分市区之外 其他部分都是在雷雨的威胁之下 目前全省一共有70个暴雨预警信号被发送出去 有65个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发生 广州塔很著名的建筑 一小时内连续接了六次闪电 你可以想象这个风暴 这个天气的恶劣程度 那目前来看呢 比如说最有名的清远市 当地的一个中学附近积水一米半 没过车顶 广东的韶关暴雨狂泄 那很多地区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都是这么一片泽国 根据中心社报道说 4月18号以来 广东省大部分降雨 有降雨和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受其影响 北江等多条河楼发生超景洪水 山洪和地质灾害多发 部分城镇出现局部内涝 那么清远网友某某某说 广东清远的暴雨太厉害了 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雨太大了 太恐怖了 大白天跟黑夜一样 整个天空都是黑的 天气太反常了 这名网友看起来 是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天气 至少目前看起来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但其实不是 后面我们会说 不完全是 然后根据路透社报道说 当地的气象官员警告 广东省的很多水文站都超过了正常的水位 在拥有一千八百万人的省会广州市 该市的官员宣布 他们的水库已经达到泄洪的极限了 你看看 又跟水库挂上钩了 目前来看国家媒体 中国媒体说 广东官员敦促各地各市有关部门启动 自然灾害避险应急预案 及时下波救灾资金和物资 我真的希望他们这个物资是有的 好吧 别到时候又被吃了亏空 然后数据显示 2609个水文站的日降雨量都大约50毫米 约占所有观测站的60%左右 那么截止到周日上午的8点 广东有27个水文站处于警戒状态 好 那我们新闻我们先说到这儿 这次的天气确实很异常 很多人根据中国官媒的宣传的话 把这次的洪水定为百年一遇 我说实在来 真的中国的百年一遇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中共建政才70年80年 你们都遇到多少次百年一遇的了 人家俄城 让子丹飞里边 收税 收到100年以后200年以后 您这好透支特大洪水灾害都透支到千年以后了吧 有没有这么夸张 当然咱们前面说了客观确实这次是有暴雨 但是有暴雨就等于必须要发洪水吗 中国洒了那么多钱 铁工机铁工机 对吧 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等这些建设 其中有重点的一大批钱用来建水库了 水库是干嘛用的 这水库就是用来调节水位的 那么请问 为什么中国各地从南到北 现在突然发现 好像各地的水库和水灵设施都白建了 当初建设的时候拉出的标语 拉出的横幅 什么为百姓谋福利 是不是 让百姓更安全 用上便宜店 便宜店咱都不说了 中国老百姓到死都没用上便宜店 重点在于 您好歹发挥一下您防洪 我不求你便宜店 你给我发挥一下防洪功能行不行 这也成为一种奢望 所以天灾的部分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 OK 不是重点 中国历朝历代那么多年 哪一个朝代出现过年年水灾 对吗 别的朝代出现水灾了 赶紧吸收水利 赶紧进行各国各样的迁移百姓 也好 怎么也好 那中国现在年年水灾 而且不是在荒芜人间的地区 是在城区 在很多的乡镇市里面 那楼房 汽车 被水泡了 这都是实打实的经济损失 而老百姓没有多余的钱再去消费了 那我想请问 为什么 所以这真的不能完全怪天灾 咱们主要说人祸的部分 首先中国的很多城市规划出现问题 就是不懂的人 外行指导内行 内行不敢说话 只能按照外行的来 所以一方面表面的一些浮浅的知识和要点 比如说看那个图片 对吧 这些奇葩的建筑 咱们之前还吐槽过 这就不说了 而更深层次的要害 就是这种不懂装懂 你比如说很著名 先不说广东 咱们先说著名的河南 不是我要黑河南 而是河南 郑州 之前那次大水 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的中国很多城市 包括南方 也同样存在 所以咱们先说郑州 先说河南 再说其他 那我们说郑州的 它有一条本地的河叫什么 叫甲鲁河 是吧 好像是 作为说是郑州的母亲河 那郑州的这些地方 你别看是一个北方城市 但是它要打造成什么 就是北方的江南 像北方的杭州一样 有那么多水 所以整个城市 可以说是被水所包围的 但是地方政府 光看这个 好看了 海绵城市 我们郑州市政 这是政绩往上报 但是甲鲁河本身 它就承接了周围的 几条河流的 这个水系的这个水量 同时你包围这个城市之后 你下游的泄洪 你又没有做好 就是这个河水的倾泄能力 你没有足够重视 花足够的钱去投资去 然后你上面的水库 质量又不行 像我听说河南那边 好几个水库 都出现了 就当年一发水 就出现管涌 水库就废了 大坝就废了 这里边的偷工减料 都不说了 你真实的作用 让这个城市 变成了一个只吸水 不能挤水的海绵 那不就是内涝吗 那不就是洪灾吗 对吧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官员 尤其是北方的中国官员 还暴露出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把水 看得比钱还重 或者说 这么说吧 水就是钱 为什么 因为水能发电 所以正常情况 应该是把库容量提前腾出来 那这些官员往往是极限操作 又菜又爱玩 总想着让水多流一会儿 多发会电 因为那些电就是钱 都是经过利益集团分配的钱 这就导致了 当暴雨来袭的时候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腾空这个库容 雨水都下来了 顺着地势 汇入你的水库 然后直接进入警戒水位 你可以关注一下 中国的很多央视新闻 前两年 你看 他们是不是跟往年对比 各地的什么警戒水位 这四个字 提升的频率词高多了 以前怎么没有 对不对 为了钱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 这不是一个误操作 而是由中国北方开始 到南方逐渐扩散的 随着地方财政越来越不好 他们开始用这样的方式 弥补自己的亏空 那自然就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况 再有 如果往大了说 红光面说 中国这些年 退耕还耕 退林还耕 向土地 向湖泊要粮食等等 造成了中国很多地方的 湖泊的消失 这些湖泊本来是天然的蓄水池 有些被填平了 做了房地产开发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地方老百姓 他们之前买房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古代 是泄洪区 就是那种洪水的低洼地 他们不知道 那么他们的财产就受到威胁 像中国的这些本身就已经是 勉为其难 立在地上这些豆腐渣的 这些塔楼们 被洪水泡过之后 您还敢住 您真是人才 被洪水泡过之后 它那些地基一定会出问题的 好吗 你不知道它里边用的 哪些材料 投空减料 所以未来这个楼出问题 是大概率时间 有能力的千万别住这样的楼 不要心存侥幸 真是您半夜睡睡跟咱们前面说 那个窗户吹开 给刮走 直接刮楼下去了 这个呢 半夜楼塌了 您跑都没人跑去 是不是这么道理 所以综上所述 在粉红嘴中 口中 那就是砖头又在尬黑 都是天气原因 都是老天爷不好 但实际上经过这一番讲解 咱们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就是人祸的问题 你但凡把库容提前腾出来 但凡你常年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库容量 随时在雨季的时候 因为中国的雨季已经非常有规律的 对吧 冬天少 夏天多 东边多 内陆少 沿海多 内陆少 这已经很有特点了 过完春节 进入夏季 你早就应该腾空库容 为什么广州市那边的水库说 我们已经逼近权力泄洪的极限 你早干嘛去了 还是那句话 为了钱 老百姓的命不值钱 有洪水了 官员跑了 官员没事 官员直升机 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老百姓呢 活该 这个活该不是我说的 是那些官员内心的心声说 老百姓活该 当我们的护城河 对不对 雄安的某些人 北京的某些人说了 当你们河北省 浊州这些地方 你们就是北京的护城河 淹死活该死去 多残酷 是吧 所以这是洪水的原因 我觉得我应该讲清楚了 是吧 如果不清楚了 咱们再讨论 以后有机会再聊 然后抓点时间 节省大家时间 咱们得聊聊小米这事了 我们说中国小米 现在成为一个爱国的新贵 爱国就买小米 米时节 是吧 也不错 保石米 保石米也不错 但是这个呢 就跟中国以前的一个传统的爱国老IP 就是华为产生了冲突 因为华为也造车了 所以华为出了什么狠招 就是如果你下订单 订了小米的苏七 没关系 你来我们这买我们华为的车 小米苏七订金 五千块钱不是不退吗 没关系 华为 小米不退我退你 这损失我们包了 这违约金定金 我给你掏了 等于你拿着小米的五千块钱 交了定金的证据 来我们华为买车 便宜五千块钱 弥补你的损失 那这个毫无疑问 明眼人只要不傻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挖墙角行为 就大概相当于 别人两口子都已经谈婚论嫁 进了洞房了 这边华为把人新娘子从床上扯下来 把人新郎踢出去 告诉说这新娘子是我的 我比她好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有点夸张 但理不歪笑不来 咱得生动的解释这事 就是这么个情况 夸张一下 你才知道华为干得有多不要脸 这也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 当初孟晚舟被拘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说我们都是孟晚舟 咱们怎么说呢 你呀也配 华为作为一个中国的爱国IP 实际上它就是一条吸血鬼 打压了很多中国本土的创新的科技实力 这咱们以前说过 你看现在 对吧 这个嘴脸 手机已经不能满足它了 汽车它也有分块肉 而且吃得如此霸道 因为有人去跟这个华为去问去 人家华为直接的承认 对 我们就这政策 真要脸 不愧是华为 哎呦 真的是 这有后台吗 是吧 那么雷军的回应很有意思 你看这图片 雷军的意思 总共这种几句话 就是说 第一 主要方面 我们已经尽力的提高了产能 第二 你看我们有些车已经提前交付了 你看这个预定的这个时间 已经比原来缩短了 就意思是什么呢 你可以 你能等的 就这样等等 第三 为了场面 显得自己不亏 显得自己不虚 当然 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 你去买其他的车也不错 说中国这些什么什么 魏小李 是吧 加上华为 都不错 都是好车 都是新能源 都是好车 我觉得雷军说这话 你不亏心吗 咱们来看一个小视频 这个视频是联想的某款车 我不愿意念它的名字 丢人 联想的某款车的发布会 你看看这个说话的风格 是不是有CCTV大裤衩的 那个尿性 浸透的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视频 今天驾驶理想MAGA 上台的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庭 是我的好朋友陈勇一家 他是理想R9 和奔驰V-Class的车主 也是MAGA的预定用户 有请陈勇的一家人 朋友 今天应该是你第一次 带着全家人 来驾驶MAGA 能分析一下 一下你的感受吗 我估计MAGA提车以后呢 估计轮不到我开 我太太估计我霸展这台车 不过没事 我自己出门还可以开 2022款的L9吗 那个老婆 这两天你也试了MAGA 你感觉开着怎么样 本来我还稍微有点担心 MAGA日常开会不会有点大 但体验以后 感觉和我日常开的L9 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车内空间和舒适度 真的提升非常大 我觉得这台车 一定会成为妈妈们的 带娃神器 彤彤 你觉得MAGA车怎么样呀 我觉得MAGA车很大 很舒服很宽敞 还有我的好朋友 黎像同学 妈妈我能把这台车开走吗 好 屏幕前的所有同事们 我们得抓紧交付了啊 对 然后感谢陈友佳人 然后请落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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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one more thing 你有一个one more thing 你说吧 你说吧 理想叔叔我长大以后 能跟着你一起造车吗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点肯定没问题 第二点一定要好好学习 因为理想汽车只招最专业的人 第三 请提前记住理想汽车的组织价值观 掌控自己的命运 挑战成长的极限 儿子的工作搞定 好 欢迎若坐 好 视频看完了 是不是够恶心的 很多人都 肯定都在评论区骂我是吧 说转头 这恶心视频你给我们看 当然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恶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咱们有福同享 开玩笑 开玩笑 所以你看到 当一个企业 是吧 学人家的这个发布会的风格 学人家的穿衣 学人家的整个的各种各样 玩法都玩的时候 都是一个大声带的集团之后 你跟我说 说这个东西 他们都不错 谁信啊 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 毫不夸当地让我说 有很多车 甚至包括华为和小米 其中的一部分车 是有很大的质量隐患的 你买了他们这些车 就等于买了什么 就等于买了移动的活档厂 他们的电池烧得非常快 真出事了以后 你可能按照中国这个 不是乐于 就是不敢乐于助人的现状 你出了车祸 你从车里爬都爬不出来 火就给你烧煤了 真的 长脑子的千万不要买中国的新能源车 咱不开玩笑的说 为您和您的家庭负责 我对这个事情无比的确认 就像我当年说中国的培训班的事件 那是我全网预测最准的 也是最早的 就像我说中国的房价一样 也是全网最早的那一批 我无比的肯定 今天电动车也是如此 你们要不信 好良言难劝的该死的鬼啊 那您就去 但是未来 别在网上哭爹喊娘的 我后悔 因为早就有人跟您苦口婆心的说过了 好吗 所以整个这个事件 中国电动车现在能不买 千万不要买 它现在呈现一个恶性营销和恶性竞争的状态 你看其实特斯拉现在全球也开始降价 像魏小李他们也开始降价 你要知道这些降价并不是消费得到的实惠 你告诉我 你相信我 中国的厂商它降价的同时 必然伴随着缩量和缩质 对吧 你看中国什么肯定金白羊狼 降价那汉堡 缩水 原来这汉堡那么大一个 后来汉堡一缩水 缩两圈 看起来价格 对吧 实际上呢 另一个风格 同样车也是如此 它降价降的是它的利润 那它能把这利润 它自己承担吗 还是要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京 它让中国老百姓来承担这个损失 所以现在的中国进入这种价格战 小米出了搅局 也许是小米计划的 总之这个市场将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最后 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不愿意听劝的话 您甚至可以等一等 您看看 一个是他们技术有没有什么突破 一个他们会不会降价 至少说您花的冤枉钱没那么多 明白我意思吧 他们自己互相内卷 互相去挖别人的墙角 恰恰证明了前段时间咱们的推测 就是中国或者世界电动车市场正在迎来改变 他们是业界的大佬 他们可能都收到了消息 就是西方欧洲包括日本的一些车 新能源车的或者一些混动 不管怎么样 可能会未来会有突破 所以他们要尽快的榨干这个水池里的这点水 为此降价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选择 这是我的分析和推测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 等那些真正好的技术又成熟又安全的车出来之后 价格可能跟他们比更便宜 性能更好 那他们电动车到时候比不过人家了 我是有这样的判断 因为电动车实际上 咱们之前说过 它的电池它的续航 它的安全性 尤其是碰撞后的安全性 什么 瓦罐难免警伤破 将军难免镇伤亡 你谁也不能保证 你开车永远一辈子不撞车 对吧 撞车后的这种爆燃 这种安全隐患 是目前的电动车绕不过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你买这么一个车还明智吗 更别提中国会在质量上缩水 达成一个专坑联手专坑消费者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您还愿意上这个档受这个死吗 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 好吧 所以今天广东的大水和这个 汽车电动车的这个纷争 咱们就聊到这里 不管是谁挖谁的墙角 不管是百年玉七年玉 你要知道真实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强烈的朋友咱们心里清楚就行了 别外传在中国眼下的局面太危险 别给自己惹麻烦 早做您自己的打算 这是最大的上策 好了 今天话题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害法 欢迎频道去留言 如果喜欢这些多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就不会错过我节目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